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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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直接给我吧 哎 月圆 你干嘛呀 我呀 今天客串一把游地员 不过就是收获不穿扎呀 取了半天就寒假记得这一张明信片啊 好 上船重新去了 终于到了 没错 客职员就是这儿 不会吧 你总算来了 来就来了呗 非加个总算 你嫌我有点速度慢啊 我刚才说的总算呢 是个副词 用来表示啊 经过相当长的时间 某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嗯 总算 can mean at last or finally 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吧 我等了你半天 你总算来了 I waited for you for a long time and you finally came 我等了你半天 你总算来了 知道是女送这封信 我对你的游地速度啊 根本就没抱什么希望 所以呢 就亲自出来迎接你和这封信了 嘿 开玩笑 开玩笑 其实啊 我呢 一直想到这客职员来看一看 所以当时就没多想什么写下了这个地址啊 怎么样 这江南明园的风景就是不一般吧 嗯 好是好 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这里要叫客职员呢 哦 是这样的 这个客呢 就是读书教学的意思 而这个职啊 就比较好理解了 就是耕职的意思 那园主当年取客职二字呢 就是想表明啊 读书 耕种 都是非常重要的 哦 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其实啊 你要是觉得这个名字叫起来拗口的话呢 干脆就叫它马家花园好了 因为这个园子当年的主人呢 就姓马 所以大家就那么深呼 哦 马家花园这个名字好记忆 哎呀 但我还听说这个园子里藏着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呢 哇 这你也知道啊 那边就有 我带你去看看 渊源 你看 这就是马家花园的宝贝之一 这是 这几块碑呢 都是依据明朝几位非常有名的才子的作品雕刻的 是吗 嗯 你看 有文征明的游西山四十二手 有唐伯虎的手渣 有柱之山的梅花诗 还有刘天球的诗等等 都是非常珍贵的文物 哇 果然是很有价值 嗯 不仅如此 在这个园子里啊 还有一个堪称叫绝的亭子 一个园林中的亭子有什么特别啊 就在那儿了 我们过去看看 一般的亭子呢 都是四角或者是八角形的 而你看看它 哎 是五角亭 很少见啊 对啊 这五角呢 就表示金木水火土 哎 你看这上面 每个角上都挂着一个狮子 对啊 这个亭子的名字啊 就叫倒挂狮子亭 你再看看这顶上 有很多米字花纹 哦 看到了 看到了 哎 不过亭子上面 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米字呀 米不是表示粮食吗 米多呢 就是粮食多 五谷丰登 小小的一个亭子 竟然有这么多讲究 是啊 这朱家矫正啊 实在有太多的东西 值得我们去品味了 不如这样吧 先休息休息 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赏心悦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